这个三幅天呢 我们目前随着现在人的这种深入的发掘 然后呢我们不光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现在呢我们演化为比方说治疗骨关节病 慢性的骨关节病 这种老寒腿 咱们知道啊 有人冬天一到冬天手脚冰凉疼痛 关节腰酸背痛 颈尖腰腿痛 都非常重 那么这种怕冷久治不愈 我们在三幅这个最热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 我们通过特定的 这些选用不同的药材 选用不同的药材 给它加工好了以后 贴敷到特定的穴位 我们穴位的不同 渗透性不一样 吸收的不一样 产生作用它也是有区别的 通过这种贴敷 颈尖腰腿痛 所以我们有颈尖腰腿痛的 相关的一些方法 给贴敷 还有呢就是像这种 我们治疗一些假健康的 假健康状态 咱们现在啊 这些年 按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应该得病的人越少了 得病的人越来越少才对 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的病越看越多 咱们现在这年 这些年以来啊 医院越开越多 得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 我们的病就少了 反而是越来越多 医院呢也人满为患 如果要不是这次疫情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医院会更多 人会非常的多 那这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啊 我们说他就跟我们现在人的这种 生活节奏 生活压力 焦躁 有关系 导致呢 他处在一种亚健康状态 他老处在亚健康状态 这种亚健康状态会导致身体 时间长了 亚健康呢 我们说就是一种要发病 还没有发病的状态 但是呢 他已经要体散体现在身体当中和生活当中了 体现在身体当中和生活当中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在三福天 我们说补足阳气 本来是阳气很盛吗 我们对人对人体进行一个贴肤外治的这种贴肤治疗法 通过这种补 把它的阳气提升 然后呢 间接的提升免疫力 间接的提升免疫力 所以呢 对亚健康的人群 这是我们中医也一大类 像治胃病这种 叫有病 治病 胃病先防 病后防挫 就是病后防腹 让他不要再反复发作 这是我们在三福天都能达到的治疗效果 通过我们三福天的极其干预 都能达到治疗效果 就能达到治疗效果 为这种状况